非常明显 女情还在加索 我们看一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等于时间9月22日2024年 全国田径基地锦标赛 第三个比赛的增长火热情当中 今天给大家火机设的是 女子四成200米基地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火机设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八跑道的安徽队 最终安徽队以1分35秒23的成绩 决杀夺第一 本场比赛安徽队的最大准备对手 就是处在第五跑道的四双队 本次安徽队和四双队 分别由中国女费人李玉婷和刘霞君作证 以赛克时候 安徽队第一半选手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韩脸中 而四双队第一半选手起跑 就会稍微逊舍一些传络和独义症 由于每一半都要跑200米 所以选手之间的实力悬殊 很容易就展现出来了 但一二半再接的时候 安徽队率先完成了再接半 而四双队则是第三个才完成了再接半 接下来安徽队第二半选手上瘾狂飙 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和身后选手的差距 而四双队也在奉力之最 当安徽队交接的时候 安徽队依旧是第一个完成了再接半 而四双队逆转是第二个完成了再接半 接下来安徽队第三半选手继续加速 试图想要再次拉大差距 但是四双队第三半是由刘国瑜作证 这个刘国瑜也是徐清晖女子100米的冠军得主 可见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接下来只见刘国瑜很快就逆转了安徽队 冲到了第一位 当最后半交接的时候 四双队逆转是第一个完成了再接半 而安徽队落后5米远则是第二个才完成了再接半 接下来只见刘侠军就开始上瘾疯狂重斥 不过接下来李玉婷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城加速能力 开始分离直追 只见李玉婷在不断破镜和刘侠军之间的差距 反而是刘侠军后城似乎有点亮灿烙 只见李玉婷进去聚了散赖 只见李玉婷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安徽队以1分35秒23的成绩逆转获得本组第一名 而四双队以1分35秒27的成绩获得本组第二名 二则仅差了0.04秒 李玉婷也可谓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决赛 由于本次决赛被分成了两个小组进行 在李玉婷的半径下 安徽队也获得了总成绩的亚军 只能感叹李玉婷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青山不赶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